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婉 你當時離婚的時候 父母也會覺得很沒面子嗎 其實在我 我是覺得 我可能跟Kitty的腳 我這個就是狀況不太一樣 是因為我獨立慣了 我就是那種就是 可能從小我就會知道就是說 十隻手指頭伸出來 是不一樣長短的 我們家的女兒都比較認分 你就自己好好壞壞 你自己要生長 自己比較白癡 所以我也不會想說 我是不是有可以父母親來幫忙我 或者幫我解決一些什麼問題 還是說聽我訴苦 這我都不敢想 我們家的女兒怎麼樣 所以其實我當時比較 就是說也是自己吞 然後也是透過節目這樣子 在分享的時候 家裡說你當時離婚 我怎麼不知道 其實很像 就是自己吞 如果你們要知道 你們就來 家人來問娃娃 真的 可能他們 娃娃娃 知道的更多一些私底下 可是我要講就是說 我比較更心 就是我比較辛苦的地方 是我剛剛聽了 那其實雖然 但是我覺得他給你一個很好的支援系統 是什麼 他幫你女兒帶得很好 其實像灰單的女性來講 其實最放不下的是孩子 因為你一個人你要理又要外 可是外的時候 你如何把心裡的那一塊最擔心 最柔軟的部分交給另外一個人 幫你cover 這個人很重要 可是媽媽給你了 對不對 這個其實就其實已經幫你 分擔很多了 必須要公平地講 那我當時是沒有這個資源 應該是說好像沒有 我那時候我記得 你看你媽媽還說來 黏一黏來 你回來跟媽媽大 這個要不要租房子差很多 差很多 對 你看我覺得媽媽真的也給你一個 也另外一個避風港 對 沒錯 這個真的要感謝我的媽媽 因為我覺得其實這樣子 我可以省掉很大的開支 就是在租房子 單親的媽媽這一塊 保母費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只是太嚴格在 就是我剛剛對不起 姐姐讓我先補充 不會 不會 就是因為我覺得是原生家庭 他的媽媽都是這麼嚴格的對他 因為我的媽媽從小是 他是因為家裡的環境 他沒有辦法繼續在升學 他必須要扛整個家計 這也是我覺得 我非常崇拜他的地方 他很小就出來擺攤 然後賺整個家裡的花費 所以他就會用同樣的覺得說 我應該也要這麼強壯 可是其實我是脆弱的 其實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你那時候離婚的時候 你要回臺灣 媽媽是說 趕快回來 半 回來大 還是你們中間有一些協調 他都不知道 就是回來之後 就回來就住下來 對 然後就是回來之後 發現說他外遇 就是一直外遇 然後後來到最後我才忍不住 才跟我媽媽講 然後他就是 你要跟媽媽講壓力很大 很大 其實我是不敢講 我一直以來都是 報喜不報憂的人 因為我覺得我可以吞 我自己承擔 對 反正都已經 婚姻有狀況這麼多年了 都忍了這麼多年 不差這一年 那 報喜不報憂 媽媽問你說 你現在過得好嗎 你怎麼說 我都說好 可是老公一直外遇呢 罵我我都說好 因為我會我希望 因為我希望媽媽是看到我們好的 我覺得 不要讓他擔心 對 就是不要讓他擔心 可是回來 他就跟我講 那時候其實我真的很難過 他就說你自己選的 沒有人比你選這個先生 真的也是事實是我自己選的 對 所以他也講也是實話 可是我就希望可以聽到就是 如果今天如果北夫給你選 然後選得不好 現在你就要怪北夫了 對 不要這樣說 不會 有些子女會 以前都不是我要娶的 是你跟我介紹的 其實媽媽也幫你承擔 對 應該說部分你婚姻 其實走不下去的 後面的一些擔子 我覺得你媽媽 那像我的話 我的部分 我就覺得說 對我來講 我當時比較傷心的事 我不管這是真的還假的 反正某人就來跟我講說 你離完婚該不會要搬回來吧 就說媽媽很在問 而且有點感覺 感覺很擔心說你該不會要搬回來吧 其實這句話對我是很傷心的 因為從頭到尾 我們要搬回去的意思 我也沒有要去 倆家的成員之一 對 然後就 他先給我打探說 你是要搬回來這樣 怕 怕不中就怕死死 可是在我的計畫裡面 是完全沒有這個選項 我也沒有 但是其實這個對我來講 其實是一種 有些像狀態 你就認為這樣子很受傷了 是會傷害 會啊 如果說一個女兒 其實如果說你 應該這樣講說 嘴吞皮會好聽 出一張嘴說 你現在這樣有困難 你要不要搬回來 你需不需要幫助 有什麼計畫沒有 對 你需不需要幫助 你這樣講我都覺得說 比較溫暖 感動 我感動一輩子 我感恩一輩子 即便我沒有搬回去 但是我聽到是完全相反的 你該不會要搬回來吧 這個到現在 該不會要搬回來吧 就表示他其實 不希望你 對 該不會要回來借錢吧 就是 也講這個嗎 就是諸如此類的 可是我心裡就想說 奇怪 我在應該講說 那個人跟你很親嗎 很親啊 然後所以我 但是後來就 後來其實這句話 我有問過媽媽 就很多年之後 十幾年後 我覺得我的狀態 各方面都比較穩定 心智也比較穩定 我覺得我不是要用很怨對 然後或者是去算帳的角度 我只是很好奇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話 你知道在我心裡面 然後我就問了媽媽 然後當然她給我回答說 我哪有這樣 哪有可能 我當時說這種話 你要相信我 還是相信你的人 所以就會變成這樣 那但是我覺得 不管實情是怎麼樣 透過媽媽跟我講這句話 我就釋懷了 這樣理解嗎 我必須要放下 不然我放了十幾年 我會覺得說天啊 我已經夠 我也沒有要去拖累你們 你怎麼這樣傷害我 我會懷疑 對 廖老師對Kitty 天婉之後有什麼感受嗎 我覺得她的媽媽 其實是愛她 可是有很多傳統的媽媽的愛 都用指責的 用罵的 那她不知道 她這個罵裡面是有期許 希望你按照她罵的方式 然後去改變 她不希望你是罵裡面 她罵的裡面的那個角色 她希望你改變 可是媽媽可能不知道 這樣很傷你的心 對 是 那請教崔芬老師 這個 她說觀眾 你罵媽媽也對你罵 這個怎麼辦 我覺得她的媽媽 比較是語言是負向的 她比較會看到說 要糾正這個小孩的缺點 她要把你打造成一個完美的小孩 所以她就一直糾正你的缺點 哪裡不好就敲敲 哪裡她覺得看不順眼就打打 所以就等於看到別人 在批評你的時候 她就認同別人 而不認同自己的女兒 所以我覺得她的語言是負向的 但是她的行為是正向的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多看她的行為 然後當然你要排毒 因為這種負向的語言 用別人的語言也會打擊 你看人家都這樣說 你也會用別人的語言來打擊你 因為她就會一直覺得 凡是不好的就要去敲打 就要修正 就要改成 大家覺得好的的樣子 對於外面 其實觀眾等同外面 有人這樣說你 你就是真的這樣 這樣 我意思說 當外面在批評自己的子女的時候 作為父母應該是什麼態度 我其實如果說外面的人 這樣說自己的時候 也許我覺得媽媽可以說 你可以聽聽看 但是我覺得你有哪裡好 你還是在譬如說在這個節目裡面 你講的故事很精采 或是說你表現哪裡是好的 你可以看到她的好 然後再來說別人的建議 也許可以聽一聽 我們可以聽一下 然後不會感覺全盤的被否認 我覺得Kitty她是太全盤被否認了 而沒有看到自己的好 我要特別提 看不到自己好的小孩 成長的過程中是極度辛苦的 她都會一直看到自己不好的地方 就看不到自己的好 很難認同自己 也很難欣賞自己 那看不到自己的好 其實對各方面 有時候都會有影響 那Kitty你說你很沒有自信 展見在哪裡 你說自信心嗎 展見在 就是說 有時候就是會覺得說 那人家討厭我 會不會是我講得不好 表現得不好 都火定自己 對 然後我就會想說 那我要怎麼樣提升自己 然後就可能就會多看 就節目就一直看 然後人家怎麼表現 然後就會覺得 我真的很不好 就是我一直看不到自己的好處 我就一直會往不好 然後就比如說 可能還是我太胖 那你一直看 結果你覺得誰講最好 大家都講得很好 鄭大哥是不是 射陷阱給我 不會 你這點很聰明 對不對 要從中學習 就是不停地修正自己 讓自己越來越好 你上節目媽媽有沒有看 偶爾會看 對 這集 我等一下晚上就要這邊 可能會 他可能會比較不高興 那為什麼要 那我沒有跟他試著 跟他溝通過 這一個 對 對 我的需求是什麼 那你 所以你不希望他看到這一集 也希望他的朋友可以跟他講 因為我覺得他個性比較硬 我個性比較硬 兩個就等於是石頭去碰撞 所以我沒有辦法到很委婉的 去跟他講 然後他就是 他脾氣一硬 我就會急 急了又會硬 所以我是希望有一個潤滑劑 那他有看節目如果他有看到你 他會稱讚你講得不錯嗎 很少 很少不會 就是你講太快 然後你怎麼樣那個妝很濃 然後什麼就會開始 然後我就會講說 呂文婉更濃 你怎麼很大姐 那沒有妝 講太快 對啊 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他比較在意的是 觀眾給的評語 對 因為是觀眾有時候給的東西 真的很荒謬到 他連你穿著 都要對你有所指教 比如說你顏色穿太紅 或是什麼 然後我媽說你看 叫你不要穿這麼紅 觀眾這麼挑剔 就是會有這一種在 或是你講什麼 其實你是講的是實話 他就會講說 他真的很會編 他真的很八點檔 我們就真的發生這個事情 不然我們怎麼可以憑空 一個人可以坐在這邊講 這麼久的話 可是觀眾也不認識你 或是說他人很難相處 他也沒跟我相處過 他怎麼知道我好不好相處 好 這個我們回來等一下繼續 好 來 先休息一下